日本政府为了增加孩子的出生率 人们一到16岁就强制被分配对象 匹配到的对象是从基因等方便配对到的 结婚后政府还会讲给新婚夫妇补助金 女主角任板葵深受这种政策的影响 希望政府也会送给她一个白马王子 男主角司马和小葵青梅猪马 早在幼儿园演儿童剧时 扮演路边小野花的小葵就亲吻了扮演王子的司马 司马长得高大帅气又温柔 总是陪伴在小葵的身边安慰鼓励她 16岁的生日转眼就到了 小葵正在紧张地等待关于伴侣的政府通知时 司马与她出来见面 两人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 准备排练一下日后见到伴侣的情景 司马也借此契机表达了对小葵的爱恋 与此同时伴侣的信息如言而止 小葵正要对司马说点什么事 政府安排的伴侣高千岁 仓佑直接出现在小葵的面前 他本来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司马只好送上自己的祝福离开 仓佑说完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后 也紧跟着离开 只留小葵一人呆呆地留在原地 仓佑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代 每次约会见面的地点都是高级华丽的场所 对于一家人都是普通人的小葵来说 仓佑简直就是完美伴侣 小葵的朋友们都很羡慕自己能配对上这么优秀的伴侣 拥有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机会 可没想到仓佑竟然是高冷又不体贴的人物 和他约会只是为了完成政府所交代的任务 仓佑在一次约会中说 不会将小葵介绍给他的朋友 小葵显然也是对他的决情伤透了心 赌气让仓佑不要勉强找时间见面了 失落的小葵独自去品尝 钟爱的那家可丽饼 碰巧遇见了司马 司马鼓励他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 小葵想通后决定前往仓佑家 小葵按照地址到达仓佑家后 却被对方父母贬低自己配不上他们家 仓佑突然出现为小葵解围 两人关系开始熟络起来 小葵拉着仓佑去挑选送给司马的生日礼物 引起仓佑的嫉妒 意外让两人关系更进一步 小葵带着仓佑一起给司马过生日 情提见面分外眼红 司马向仓佑显摆自己有多了解小葵 一心想让司马和仓佑做朋友的小葵 没想到二人已打斗收场 仓佑和小葵的感情日益增进 没过多久就向他求婚 小葵虽然犹豫但还是选择嫁给他 并在近期举办婚礼 司马也谎称自己有了政府伴侣 似乎所有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小葵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听到仓佑和父亲的谈话 直到司马得了脑流的消息 而仓佑为了让司马有救治的机会 放弃了原本自由的生活 答应父亲接管医院 不止如此 司马海英并不能匹配到政府伴侣 小葵和仓佑的婚礼照常举行 小葵穿着婚纱 对着河水发呆 早就有所察觉的仓佑 劝他明白自己的心意 去机场找司马 自己则去礼堂向宾客道歉 并解释这一切 小葵奋力奔跑 终于在司马登机之前找到他 默默守护小葵的司马 终于抱得美人归 双方都遵从自己的内心 不再说谎和逃避 无论发生什么 你就是你啊 两个人因为永恒的爱 走在一起 从此二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我们都会感到这一切 那我们都会感到这一切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